Hello,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y 最近A发新剧场版的结局已经上映 算是给这部持续26年的新剧场版画上了句号 之前我讲过一部关于A发的影片 很多网友都不喜欢古生 所以为了大家的观看感受 我不会再使用太古生 那这次要讲的是新剧场版里的故事 会与其他版本有所不同 当然如果有讲错理解偏差 也欢迎大家留言指正 A发新世纪福音战时的新电影版序 是新电影版四部曲的开端 旭也是给观众带来最多回忆的电影 它几乎与90年代的TV版一模一样 甚至分镜头都是跟雷同 当然画质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旭一直被认为是TV版的翻拍 但我并不觉得那仅仅只是翻拍 而是引入A发后期故事的影线 A发之所以这么成功 并不是那会暴走的初号机 也不是犹如旧约圣经般的故事背景 而是对人性的探讨 就像电影中所说 人类之间的相处就像豪猪两难说 那些浑身带刺的豪猪 想把温暖传递给对方时 如果他们靠得太近 身上的刺就会刺伤彼此 所以为了不受到伤害 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可人们对痛的感受并不一致 有些人会放大自己受到的痛苦 而有些人对痛比较麻木 怕痛的人更加惧怕被伤害 他们感情细腻脆弱自卑 不愿意过多表露自己 躲藏在借口的背后 希望得到认可或爱 可是自己却又不敢靠前一步 这就是主角定真次 我上一部Eva的影片中 人物名称都是用了感义版本 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 所以这次我会改用台译名称 在这里说明一下 定真次一个渴望父亲关怀 和认可的国中生 从小与父母分离 他只能在老师口中 听到一些关于自己父亲的事 直到他收到父亲工作机构的邀请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 来到了第三新东京市 但就在他刚抵达新东京市时 被称为第四使徒的 迷之生命体来袭 就在这危机时刻 葛城梅里找到了定真次 并接他去往一个神秘的地下基地 这看似是巧合 其实都是早在14年前写好的剧本 而与使徒的战斗 也是在剧本之中 可这剧本的细节 只有Nurve总司令 定元坛与副司令冬月更造之道 但那还有Nurve的上级Sally 而这时的定真次更是一无所知 他原本以为父亲可能是为了他的安慰 将他待在身边 但没想到的是 刚到Nurve的他 就要驾驶一部他从未见过的机器 出去迎战那可怕的第四使徒 加上父亲忍没的态度 还对他说 不懂就去看说明书 如果不驾驶就滚 那当时的真次无所适从 自己对父亲来说 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自己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只是挥之则来的工具吗 真次不愿意驾驶 而定元坛丝毫没有迟疑 立即换驾驶员 烂在之前试验训练中受伤的 林波林补上 不过烂真次没想到的是 林波林竟然身负重伤 需要医务推着病床出来 这时的真次并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妙龄少女 与自己有怎样的牵绊 而更不知道 这看上去格外亲切的面孔 背后的秘密 很多人看Ava都认为主角懦弱 可是细想一下 是不是其他动画 把主角设计得太过好战勇猛呢 毕竟真次也只不过是一名国中生 一来到那幅什么都不清楚 就要与外面不知来头的怪兽作战 换做任何人 我想都不会爽快地坐上初号机吧 而真次还是不冷心受 重伤林波林提自己战斗 最终坐上了初号机 出去与人类用尽方法都无法击败的 第四使徒作战 但那一个第一次驾驶Ava的新手 难免有些生疏 何况她其实连看说明书的时间都没有 好不容易让初号机艰难地迈出一步 可惜没站稳直接摔倒在第四使徒面前 当然第四使徒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她一手抓住了初号机的头部 另一只手直接折断了初号机的左臂 紧接着刺穿了初号机的头颅 使她喷出了许多鲜血 可是就在这时 初号机突然不受操控自己移动起来 这就是暴走 这时的初号机虽然不受控制 但示范出强大的力量 成功消灭了第四使徒 而针刺也因此留在了NERV 并住进了葛承梅里的家中 葛承梅里并不是针刺想象中的大人 她可能比针刺还不会照顾自己 一屋子的垃圾 冰箱里只有即食食品与啤酒 最奇怪的是 竟然还养了一只温室企鹅 在临睡前 葛承梅里对针刺鼓励到 你做了一件值得被人们称赞 了不起的事 你可以以此为傲了 虽然针刺没什么反应 但是心里也暗自高兴 她渴望自己的父亲 同样给予自己这样的评价 尽管初号机的战斗 并不是她控制的 第二天针刺一到新学校 就被一位叫冬二的同学 打倒在地 理由就是针刺介绍 自己就是驾驶A发的人 而冬二的妹妹 真正就是在那次初号机战斗中 被波及受伤 针刺万万没想到 自己值得被人们称赞的事 竟然会遭到这种对待 本来就喜欢逃避的针刺 变得对驾驶A发产生反感 这说明她是一个非常重视 别人眼光的人 也是亲临极度敏感的人 针刺像被刺上了豪猪 尽量将自己的安全距离延长 她也会感到孤独 但是这时的针刺 最想让父亲感到自己的表现 所以在心中强迫自己不可以逃避 一定要得到父亲的认可 可是就当第五使徒来袭时 针刺却乱了阵脚 缺乏实战的她完全无所适从 连续被使徒的攻击击倒 而这里画的第五使徒的样貌 不得不让我想起我之前 在五次生物大灭绝依然存活的影片中说的豪 看起来真的很像 她经历了五次生物大灭绝还能活着 说她是使徒一点也不过分吧 就在针刺不知如何是好时 她发现自己的同学就在距离自己不远处 为了安全 葛成梅里批准了她的同学进入驾驶舱避难 并命令针刺暂时撤退 可是进入驾驶舱的同学 正是之前打她的冬二 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受到群体的影响 如果能身处在一个群体里 哪怕只有一两个人 也会不经意的改变你的想法 而这时的针刺不可以让冬二认为 自己是一个只懂得逃避的人 所以违背命令 冲向了第五使徒 即使剩下的电量仅仅够一次攻击 不过幸好针刺做到了 她用高震动粒子刀插入了使徒的要害核心 在最后一刻消灭了第五使徒 原本以为自己举动会受到梅里嘉奖的针刺 没想到却受到了责骂 因为她不听从命令 站在针刺的角度 心灵再次受到了伤害 她不明白明明自己克服了心理的恐惧 没有逃避消灭了目标 为何依然受到责骂 但是站在葛城梅里的角度 针刺是一个驾驶危险武器的军人 一切都要听从命令 一个不受控制的军人 要比敌人还可怕 针刺对于葛城梅里的批评感到极度灰心 她感觉之前没礼赞扬自己 纯粹是为了让她与使徒作战的借口 而自己好不容易亲手杀死使徒 反而得到的是训斥 这时的真是觉得 自己这么努力也得不到回报 干脆算了 这次开始更加厌烦驾驶Eva 既然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同 不如离开 这次选择了离家出走 选择成为简居族 我们之前做的《谁更聪明》 Joker的解析影片中也提到简居族 就是前段时间乐意的坦屏族 失去了对人生的斗志 失去了对一切的信心 当然最后真次无法成为简居族 因为这一切都是 定元坦14年前写好的剧本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按照这个脚本在发展 接下来重点就是要 真次与林波林更多的接触 服从命令的重要性 定元坦也明白 人类正在与使徒争夺进化的权利 是拥有生命之国的使徒 与拥有智慧之国的人类 灵灵争取进化的斗争 这一切都是按照C类的剧本发展 所以真次是最大变数 正因为如此 Nuff也正在研发新一代驾驶舱 不需要驾驶员全自动操作 实现无人驾驶 因为根据斯海文书记载 人类要战胜所有十二使徒 才可以得到与莉莉四的结合机会 也就是人成为神的时刻 不过Cele其实依照斯海文书外点 在月球上秘密制造了斯海文书中不存在的Mark06 而就连Nuff的最高负责人 定元坛都只能在月球外围观察 斯海文书外点也是导致第十三使徒出现的原因之一 Cele虽然是Nuff的上级 但是他们已经察觉出 Nuff的最终目的与Cele并不一致 因为定元坛有着自己的计划 需要让初号机觉醒的计划 这时他们发现一位可以在月球暴露身体的少年 坐在Mark06的手上 他明显就不是人类 这就是Cele的王牌主勋 既然这样 定元坛就要加快自己的步伐 即使与神背道而驰也在手不息 定元坛放在Cele身边的间谍加持良智 也带回来开启人类不完计划的钥匙 Lost Number尼布贾尼萨钥匙 这是构建神与灵的路标 也正是尼布贾尼萨钥匙 在新剧场版《从头反复》中 与定元坛融合而令他成为了神 其实林柏林这个名字 是定元坛在针刺尚未出生不知男女时起的女孩名 而林柏林与定元坛相处得比针刺更好 这也是针刺一个非常不明白的地方 林柏林与针刺似乎有着某种牵绊 而林柏林本身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 虽然她不像针刺那么喜欢逃避 相反她永远面对困难 而且绝对服从命令 但是她不会表达自己 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 可以改变世界的反派中所说的乙丸那样 她以为自己只是拿小麦消磨时间 不需要时随时可以杀了小麦 但当她真的见到小麦有危险时 反而下意识地救了她 林柏林就是这样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只是知道自己需要听从指令 要服从定元坛命令 自己只能像鱼竿中的鱼一样活在这里 她每天在教室像窗外张望 就像笼子里被穿养的小鸟 渴望得到自由 但是却害怕离开自己熟悉的笼子 林柏林的住处非常阴暗 到处都是受伤的绷带与药品 说明对于林柏林来说 工作就是她的一切 而在她的房间中 只有一样时对她非常重要的物品 就是定元坛的演进 因为在一次零号机实验时发生事故 导致驾驶舱弹出 重摔在地 而定元坛不顾自己的手被烫伤 第一时间打开驾驶舱解救林柏林 可林柏林并不知道 定元坛把她当作自己老婆围 因为一次意外 围的灵魂被初号机吸收 这就是针刺在驾驶初号机时 会感受到妈妈味道的原因 而林柏林只不过是围的复制品 理论上只听命于定元坛 是定元坛秘密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柏林原本看不起针刺 觉得她遇到困难只想着逃避 但是当在于第六十度的作战中 针刺不顾一切的来救自己 让林柏林第一次感受到针刺的内心 渐渐地就连自己都不知道 何时开始对针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在针刺知道了林柏林不吃肉时 欣欣地当独为她喷了药理 这个举动打动了林柏林的内心 她人生第一次说出了感谢语 这是她对自己最尊敬的定元坛 都没有说过的话 可是林柏林与针刺的感情 使明日香产生了妒忌之情 新剧场版破终 明日香终于登场 她的登场就一举击败了第七使徒 她驾驶的二号机是真正用在实战上的机体 而零号机与初号机都是实验用机型 明日香看上去不可一世 有着无比的自信 什么事情都争强好胜 喜欢用傻瓜来形容其他人 可她的内心十分孤独 没有真心朋友 又不信任伙伴 明日香认为林柏林是定元坛偏袒成为驾驶员 而定真次更是靠关系成为驾驶员 只有自己才是真材实料通过层层选拔上来的 所以她一开始从心里看不起他们 不过第八使徒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第八使徒从太空高速落下 估计一定会落在第三星东京市 但是无法准确知道会落在哪里 葛成梅里无法联络到正在月球考察的定元坛 在这个危急关头 她做出了一个赌上一切的决策 就是同时出动三架A法 在不同地方待命 只要一直到准确地点就立即展开防卫 当时的明日香还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根本不需要林柏林与定真次的协助 但是在实战中发现 如果只有她自己一人什么都做不了 这时的明日香才发现团队的重要 就算自己再强 有时也无法完成任务 成功击败了第八使徒 也成功让真次第一次得到了父亲的赞赏 使得真次与父亲关系有所改善 这时的明日香意识到自己孤独的内心 并强行睡到定真次的床上 她对真次已经发生了改变 虽然嘴上依然骂着傻瓜真次 但是心里已经产生了爱的萌芽 不过真次貌似更加关注林柏林 这让明日香十分不爽 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都会出于大发 与真次相反 明日香所有的自信都来自驾驶A法 只有在驾驶A法时 她才会得到归属感 才觉得自己有存在的意义 才能让别人认可自己 可是在于第八始图作战之后 三台A法都受损严重 而Selly借机想压制定元坛的势力 所以不愿意出钱修严重受损的零号机 想用美国那边未经实验的新机种代替 可是在定元坛的计划中 必须要零号机与初号机一起才能实现 但又苦于受到房地干条约约束 一个国家不可以拥有三台以上可以行走的A法 那么这样一来就必须封印一台现有的A法 所以定元坛选择了封印二号机 这让明日香极度不满 对明日香来说 驾驶A法就是她的一切 A法的驾驶舱就是她的私人空间 一个可以不用戴着面具坐人的地方 是可以完全示范自我的地方 最后明日香被选中成为新A法三号机的驾驶员 这也是悲剧的开始 再一次参观在第二次冲击前留下的海洋生物馆时 针刺的料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慢慢的针刺的料理天赋展现 对于针刺来说 料理比起驾驶A法更加有趣 最开始针刺只是因为同处的葛城梅里整天吃即食食品 所以才开始自己做料理 在大家对它的料理高度赞扬后 针刺每天都为大家准备便当 这种被认可的感觉正是针刺一直想从父亲那里得到的 可惜就算是没礼安排他们父子去祭拜母亲 也不能成功化解父子之间的隔膜 即使针刺主动对父亲示好 可得到的只是父亲冷漠的回应 每个人在不同领域都有天赋 强加给他的并不一定是最适合他的 这也是很多日本或东亚家庭遇到的问题 为了梳理家庭中的权威 很多家长会对孩子非常严格 导致父子感情梳理 完全不知道孩子真正要的是什么 只是单方面的施加压力 让孩子去做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而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重视 只好去做那些取悦父母的事 可那些并不是孩子的强项 自然也就会受到很多挫折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逃避的想法 当然针刺不能用料理对付使徒 所以这时的他依然在为了别人活着 为了父亲 为了梅理 甚至为了人类而活着 就像在电影中针刺对梅理说道 驾驶A发好可怕 梅理你们就好了 每次都躲在安全的地方传达命令 只有我一人面对恐惧 梅理小姐太狡猾了吧 这时的针刺认为 她是被大人们扔出去的挡箭牌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而梅理带着针刺去到了终极教条区 终极教条区是位于那幅基地 深处最核心位置 在那里针刺看到了一个白色盘蓝大物 胸口还插着一把红色的长枪 它就是第二使徒利利斯 而胸口插着的正是揽基努四肢枪 不过真实世界中确实有揽基努四肢枪 原本是指基督教的圣物 也称作命运之猫 是指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罗马兵用来检验耶稣死活用的长枪 梅理告诉真次 如果使徒一旦侵入终极教条区 便会自动引爆炸弹 摧毁利利斯于终极教条区 整个那幅无人可以存活下来 为了防止使徒触发第三次冲击 没有人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 所有人的命运都在一条船上 利利斯就是第三次冲击的关键 根据定元坛的解释 第二次冲击为了净化海洋 第三次冲击为了净化大地 而第四次冲击则成就了灵魂的净化 令人类自人类的形式中脱离 将集体的意识引向人类去到纯净的乐园 所谓最后的仪式就是人类不完计划 林柏林为了解决他们父子之间的隔膜 向定元坛提议自己亲自烹饪 让他们父子一起吃一餐饭 可以改善他们的关系 定元坛本想推脱 可是他看着林柏林又想到自己老婆围 所以他无法拒绝林柏林的请求 料理是可以使人心情变好的要剂 尤其是与自己重要的人一起进餐 所以得到定元坛的允许后 林柏林开始了秘密练习 就算针刺看到他手上的伤 林柏林依然保密自己的聚餐计划 可这时的明日相看着林柏林与针刺越走越近 他决定用料理来赢得针刺的心 但没想到就在他专心练习料理时 收到了美理转交给他的邀请函 是林柏林邀请大家一起与定元坛父子聚餐的信 并叮嘱先不要告诉针刺定元坛会出席 想给针刺一个惊喜 这细心并充满爱意的举动 让明日相知道自己落在了林柏林后面 虽然很不情愿地收下了邀请函 但是他也期待这次聚餐真的可以改善定元坛父子的关系 直到他发现三号机的初次启动实验正好就在聚餐单天 虽然明日相人浅永远要戴着一副高傲的面具 其实这更凸显出自己内心的脆落与孤独 在启动实验前他与林柏林大吵一架 当他看到林柏林为这次聚餐付出的代价时 发现自己的伤真的不算什么 明日相还是忍不住问了林柏林对针刺的看法 可林柏林那迂回的答复 让明日相明白了林柏林爱上了针刺 而自己显然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变成了多余的人 本来要为针刺改变自己的明日相又再次回到了原点 依然是孤独的灵魂 只有驾驶A发时才能在驾驶舱内找到安全感 就像林柏林说的 A发是自己内心的镜子 不要太过依赖A发比较好 可这时的明日相就只剩下A发了 就在这个所有人都很期待的聚会就要开始的那一刻 就在定元坛亲自去接针刺 想给他一个惊喜的一瞬间 三号机试验场发生了爆炸事故 使得就差一步之遥的聚会 唯一可以改变父子关系的机会变成了过去 明日相驾驶的三号机竟然被使徒侵入 使得三号机被认定为第九使徒 而驾驶的初号机的针刺正是要来消灭明日相驾驶的使徒 当针刺发现自己的对手竟然是A发时 并且驾驶舱还插在机体内时 针刺知道明日相就在里面 所以针刺无法攻击对方 即使被第九使徒攻击也不做任何反应 定元坛再三命令针刺反击 他始终不想对明日相出手 在无奈中 定元坛只好启动模拟插入栓系统 也就是AI智慧驾驶功能 这个模拟插入栓系统也是才刚刚测试而已 就连针刺也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 在切换成智慧驾驶后 初号机很快就消灭了第九使徒 并如同野兽一般将敌人的尸体撕碎 最后就连明日相的驾驶舱都被咬断 这件事令针刺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驾驶着初号机反攻NERV总部 这让他们父子关系出现了不可磨灭的裂痕 就像家庭中两代人的价值观与立场都背道而驰 双方都对对方极度失望 最后明日相受到深度感染需要隔离 而真次因为擅自使用AFA做出幼稚的要挟行为 被父亲消除了驾驶员资格 NERV回到了开始的原点 又只剩下林波林一个驾驶员了 就在NERV最薄弱的时候 第十使徒来袭 第十使徒一击就将NERV24层特殊砖炸断 如此强的破坏力 看来使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 为了迎战这强大的第十使徒 得到了欧洲NERV的支援 重新解封了二号机 并派来了一个杀臂死角色神秘驾驶员 真希波 其实真希波之前秘密潜入日本时 就与真次见过面 他是NERV欧洲支部的AFA驾驶员 曾经驾驶AFA五号机迎接第三使徒 当时人类就是对三号使徒尸体解剖 得到对使徒的认知 在NERV总部 眼看就要被使徒成功侵入时 真希波驾驶在二号机迎战 真希波与前三位驾驶者不同 他身性好战 作战时总是抱着轻松的状态 喜欢唱着歌曲365部进行曲作战 虽然他同样不与NERV总部的人通讯 想自己单独对付使徒 那是因为他只听命于NERV欧洲支部 前三位驾驶员都是孤独的灵魂 真是驾驶AFA都是为了别人 林波林只是被命运捆绑 无法自己选择 而明日像是想依赖AFA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三人看似性格各异 其实都是渴望温暖的孤独少年 但是真希波是一个真正乐在其中的驾驶员 他曾经在击败第三使徒时说过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把大人们转进来还真是有些后怕呀 所以真希波是AFA中最成熟的驾驶员了 实际上真希波与定源坛应该是同龄的 但因为AFA驾驶员的诅咒 使得他还保持着16岁的外貌 为了阻止第十使徒入侵终极教条区 他虽然知道自己与二号机同步不理想 因为二号机里有明日像的气息 不过就算这样 真希波也不惜一切代价 发动对驾驶员负担很大的野兽模式 The Beast 就算进入野兽模式的二号机 也并不是第十使徒的对手 最后林波林驾驶着 还没来得及维修的零号机加入战斗 而初号机没有驾驶员 自动AI系统拒绝启动 在零号机与二号机的夹攻下 终于撕破十号使徒所有绝对领域 在最后关头 林波林推开真希波的二号机 自己独自用炸弹去攻击使徒 得以烂真希波保密 可是炸弹的威力并没有消灭第十使徒 被零号机推开的二号机 撞击到真次所在的避难区 他看见早已经不安全的避难区 只剩下真次一人 真希波终于知道 初号机没有出击的原因 当他知道真次不想驾驶Eva时 他对此感到惊讶 还有人不喜欢驾驶Eva的吗 他不知道真次的经历 要看着朋友被自己的Eva差点杀死 这是一种后怕 但这时真次并不是在逃避 如果是逃避 就不会独自待在一个 已经不安全的避难所中不走了 因为在那府有着自己的牵绊 无法让自己洒脱离去的牵绊 真希波误以为真次无法逃命 所以用二号机将真次救出 让他尽快离开 可是正好让不愿离开的真次 看到地识使徒的破坏 并见到林浩基与林波林 被使徒一口吞食 这下子使得真次马上意识到 那个让自己无法离去的牵绊 就是林波林 他不能让林波林死去 绝对不能 现在他有强烈驾驶Eva的动力 要拯救林波林 这次不是在为了别人驾驶Eva 而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要拯救的人 吃掉林浩基的地识使徒 竟然吸收了林浩基与驾驶员 这时Nurve已经无法识别到地识使徒的存在 他彻底伪装成了Eva 这样即使入侵终极驾驶区 也不会引爆炸弹 也就是说使徒终于有可能与利益斯结合 人类将会在世界上消失 就在这危急之际 真次终于驾驶的初号机迎战地识使徒 可是强大的地识使徒并不容易对付 一瞬间初号机就被斩下了一只手臂 不过为了拯救林波林 真次发挥出潜能 将使徒打倒在地 就在要扯断使徒手臂时 初号机突然没电了 这么大的机器人使用电力真的是不靠谱 改用核动力差不多 就连现在的那些航空母舰都是核动力的 何况这种大型机器人呢 当然如果是核动力 Eva万一暴走 我想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就在初号机无法行动的瞬间 使徒反击击中了初号机的核心 使它喷出大量犹如鲜血般的LCL 就当所有人都失去希望时 真次那强烈拯救林波林的心 使得初号机再次运动起来 这次的初号机不再是要消灭使徒 而是要把在使徒体内的林波林拉出来 看懂真次的葛成梅里对初号机大喊 善把真次 这不是为了别人 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心愿 就是这强烈要救出林波林的心愿 要救出自己爱的人的心愿 使得初号机头上出现了一个光环 也就是开始神话 就当真次真的将林波林救出之时 由于这股强大的心愿 造成初号机的觉醒 这正是定元坛的计划 这时眼看着 差一步就可以成功 初号机的觉醒引发了第三次冲击 初号机长出了光翅膀 梅里一眼就愣出 这与引发第二次冲击 使得光之巨人一模一样 眼看第三次冲击就要开始 世界末日将要到来 护兰一只红色的枪从天而降 插穿了初号机的身体 使得第三次冲击 没能成功引发 这把枪正是卡西乌斯之枪 而投出这枪的是从月球赶来的Mark06 这是Celley压制定元坛的杀手锏 祖勋 而祖勋对真次说 这次至少让你一人得到幸福 很明显这里的幸福是指死亡 而如果第三次冲击爆发 全人类都会灭完 也就是得到了所谓的幸福 当所有人死后 生命才能重生 拥有卡西乌斯之枪 与朗基努斯之枪 就可以重造世界 但是最后可以与莉莉斯结合 创造世界的是灵灵人类 还是使徒呢 到这里为止 就是新剧场版 《续破》的故事 那下次再为大家介绍 后续Q于重头反复的故事 以及完美结局到底是什么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万古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